譬如我們現在有釋迦佛是真的佛 總公司在這裏 其他分公司就是所有分身佛的國土 但別人的地方都比我們漂亮 那誰是真、誰是主、誰是叛 大家好,大家請合掌 三清佛號南無本師釋迦茂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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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請放掌 阿彌陀佛 歡迎大家又來到靜會 繼續我們戴成麵花蓮花經的道讀 今堂是第四十二課 還在第十一品 建寶塔品裏 上課我們已經開戰了這一品 有關的話題到在花花會場 有多寶塔湧現到在常空裏面 多寶佛塔的出現不僅出現 而且在塔外發出了陰星 讚嘆息家佛 以平等大位說這個花經 善哉善哉 釋迦佛所說的花花經 《確是如實說》 這尊多寶如來 大家都知道它是要來到這個 法花的會場正經 這個因編由大樂說菩薩去啟文 釋迦這個所謂我們叫現塔的因編 道出了多寶如來 在菩薩因行的時候的縮緣 大家應該都沒有忘記到 因為多寶佛在菩薩行緣的時候 然後就發願話了 只要有佛菩薩要說這個佛花經 這個多寶如來都會現塔去正經 所以就有這次在釋迦的佛花會場裡現塔 然後就在塔中裡面出現這個音聲 善哉善哉 證實釋迦牟利佛所說的道理 是如實說並無虛言 這個就是上課跟大家說的一個內容 金堂的內容主要就是環繞著 大家都聽到塔的聲音 也得到釋迦佛去講述這個多寶如來 現塔的縮緣 大家都覺得實在太過難能可貴 實在太難得太稀有了 於是乎想求見這個塔裡面的多寶如來 釋迦佛就說 開塔要見佛需要的特定因緣條件 裡面要說就是 我們會說到 在這個法花會場的說法主 現在法花會場的說法主是誰 釋迦牟利佛 這個說法主要抱集十方世界的分身佛 要來到這個會場 這個多寶佛才會開塔 然後去見大家 所以因為這樣的因緣 就有後來發生的法放綱 雜婚身 還有所有的分身佛都答應前來 娑婆世界 接著就發展到有這個釋迦 將娑婆世界變成淨土 然後延請所有的分身佛來到這個法花會場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道理 我們馬上進入這個經文 是時大樂雪菩薩 以如來神力故百佛言 世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 這個文就是要開塔見佛 那就是大樂雪菩薩 想要見四宗弟子都一樣 都是想要去見這個塔中裏面的多部佛 於是乎大樂雪代表大眾 就去請問佛 大家都想去見這尊佛 當然大樂雪亦都很表明 今天這個啟文 絕對是因為有佛的神力加固 加備加持 他才這樣問的 足以證明 能夠去開塔見佛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大樂雪能夠感問佛 得到佛的如來的加備 所以就能夠去說 替大眾去說 請見佛的恩緣 這個啟稱相當重要 之後裏面所有放肛 集佛、變土 亦都是因為這個啟文而開始的 當然大家想見多寶如來 因為都是要去見到這個情況 因為多寶塔裏面有發出聲音 我們見到塔但未見到佛 未見到多寶佛 大家想不想見 大家都想見 多寶如來 多寶如來 於是乎得到佛的加備 大樂雪 就這樣問佛 開始有啟稱的恩緣 我們繼續看下一段經文 佛告大樂雪菩薩摩科薩 是多寶佛有心重願 若我寶塔為聽法花經故 出於諸佛前詞 其有欲以我身是四眾者 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 進還集一處 然後我身乃出然矣 這個時候佛就跟大家說 又跟大樂雪菩薩說 他說見多寶佛是可以 但是因為多寶佛有一個很深的重願 你們想見他可以 但是他有一個很深的重願 他說假如如果有人要我 就是多寶佛 要在四眾面前現身 不單是現塔 要見到塔裏面的如來 會場上的說法主 我們所說的釋迦 要將他的十方世界的分身佛 現在怎樣 一起要集到法花的會場上面 這尊多寶佛才會現身 所以就是由這個請見佛開始 待會就會進入到這個集分身 集分身裡總共有四項 第一項經文有放光照託 即是說佛 大家想請見多寶佛 所以於是要這個說法主 集分身 準備應付或履行多寶佛的願 然後開塔的條件 就有佛光照託 然後第二段的經文 就會有諸佛言來 照託之後 佛是否答應呢 所有佛都答應 所以釋迦佛會召集所有的分身 大家都會過來 那段經文也會跟大家說 來到梳佛世界 十方無兩世界 那麼多的諸佛要來到這個梳佛世界 容納是否容納得到 容納不到 所以就有這個所謂的嚴正國土 要將這個梳佛世界 將它變成了淨土 我們在這裡看到 由初變淨土 再變淨土 三變淨土 第一變 初變 都放不完所有的佛 安頓不完所有的佛 還要怎樣 再變 再變都還未夠位 要去到三變才夠位 然後那個經文也很有趣 亦都很莊嚴 我們大家也會去看看 最後就是 與玉開塔 所有的如來 分身如來 大家都怎樣 同意要去開塔 這件事情 那就會跟大家去說 未講下一段經文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從經文上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理解一下 一件事 之前我們一直探討 這個關於佛身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佛花經》 是佛臨入涅盤的時候 它才會說 就是我們現實人間裡面來講 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已經入滅了 我們再看回這一尊的多寶佛 多寶佛 從佛陀之前所講的經文裡面來講 多寶佛是一尊古佛 是一尊很久很久以前的佛 當然它在現在這個時間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滅倒了 即是說它的佛仇完了之後 我們叫做入滅 應該就入了涅盤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 在今時今日 尊式加佛這個法花會場裡面 我們就去想一件事 到底多寶佛來 到底有沒有入到涅盤呢 那既然如果入了涅盤的話 現在又為什麼會出現呢 我們出現也不僅僅 還要不僅僅是一個塔然 是連尊佛在裡面 都還會發出聲音 和大家有溝通 所以這件事裡面來講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件事 多寶佛來這樣的情況 當日的佛仇已經完結了 這尊佛到底有沒有入到涅盤 既然多寶佛已經入滅了 即是我們說入了涅盤 但是又因為它的縮願 要來到這個法花會場 要做這個賢俠正經的行為 不僅僅能夠讚嘆適家 還可以說到說話 到底這尊佛 這尊佛多寶余來 究竟是否還在世呢 乃至我們再進一步去想想 我們的釋迦佛 鞋骨的意思 佛入滅 之後吩咐阿蘭 然後火化他的身體 變成了很多的捨離 即是變成了很多的鞋骨 然後在印度不同的地方 建了很多塔去供養 乃至今時今日我們都看到佛的捨離 佛骨的捨離 佛子捨離 佛牙捨離 很多很多的捨離 好了 佛的身體已經沒有了 已經被人捨離了 好 我們就知道 到底這尊佛還有沒有在世間 乃至到 有捨離的情況下 多寶余來有沒有火化 沒有捨離 他的捨離 他直接將全身怎樣 入塔 這個沒有捨離 到今時今日又再出現 上一次我們就去討論 到底這個佛身 從這個佛身 我們說會不會滅 我們就去推論的話 雖然我們今天起碼 我們看到就是多寶佛 雖然就說入了涅槃 但是他全身捨離到現在 仍能夠在大家面前出現 所以我們知道 佛的身應該是怎樣 金剛不壞 乃至到再推論到 釋迦 所謂在2500多年 入涅槃 乃至到連身體都已經怎樣 已經火化完 變成捨離 這一種是什麼 這一種是一種方便的事 一種方便的顯現 一種方便的顯現 所以我們從這件事去看 我們看到佛身應該是常駐不壞 那乃至到現在這一尊多寶如來 能夠在今時今日又再出現 所以我們會知道一件事就是 從多寶如來來說 乃至我們入滅了的釋迦 所以我們就去推論 其實我們要知道 可以相反的 我們去反思一下 如果今天 這個2022年的今天 突然間 釋迦牟尼佛的塔 湧現 然後釋迦牟尼佛 在空中出現 然後跟你們說話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驚奇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著弱 大家都會對這件事 會引起一種疑惑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大家不管是多寶如來也好 不管是釋迦牟尼佛也好 其實根本就沒有入涅盤 所有一切一切都是怎樣 是要視言化言給我們看 入不入涅盤 只不過是一種方便的說話 我們看到多寶佛 所謂的入滅 現在都可以出現 乃至可能有一刻 釋迦牟尼佛 可能就會在我們面前出現 然後跟我們去說話 所以我們很期待這件事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知道 原來在這裏隱隱隱藥 我們透過多寶如來入滅 但是又在這時間出現 所謂入涅盤這件事 只不過可能是一件方便的事 我們可以從佛的身 乃至到佛有沒有入涅盤 現在是不是在世 我們都可以這樣去思考 再來我們看看這一段經文 大樂說 我分身諸佛 在於十方世界 說法者 禁應當襲 大樂說白佛言 世尊 我等亦願 欲見世尊 分身諸佛 禮拜共揚 這裏有釋家的說和大樂說的講話 釋家就說 大樂說 現在我應該怎樣 應該要將在我十方八界裏 十方無兩世界裏的分身諸佛 應該要怎樣來 集合到現場 因為要滿足大家的願 大家都想見這個多寶月來 大樂說亦都說 世尊 我們不僅要見這個多寶月來 還要見什麼 還要見世尊 在十方世界裏的分身諸佛 所有法我們都想見 所以大家 這是對法的好要好求 所有釋家茅里佛 原來有這麼多的分身 現在要來到這個會場 我們都要怎樣 趕緊去作禮拜共揚 去對這尊佛去作種種的共揚 這裏有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反映出多寶月來的深重 多寶月來也說 無論哪裏何在處處 由人說法花經 這個寶塔必定去正經 這就是若多寶月來的願 當然除了你正經之外 其實多寶月來不僅要證明佛所說的法花經 真實不虛之外 還要在諸佛現前去聽法花經 經文當然會說 當然這都是多寶的願 我們之前有說過 能夠有如此的願 多寶月來應該是和法花的願很深 亦都因為得到法花經的功德 而自己有機會成佛 所以他才發一個這麼大的願 這就是多寶月來要來到法花回場 除了正經之外 還要為了聽法花經 所以佛也要精進聞佛說法 我們自己會不會對法義上有這麼好要 你會記得我們菩薩界裡說 在一個範圍裡 我們只要有說法師說法 我們都要去聽經 諸佛也一樣 這應該是佛的佳 所以我們看到多寶佛 除了正經之外 想要來聽法花經 另外還有就是 如果大眾想見到多寶月來一生 要滿足這個願的條件 就是說法主要將十方世界說法的分身諸佛 要來到這一刻 要進還集一處 裡面涉及到多寶 要履行正經的雲圓 佛要集合眾日 要滿足多寶佛的條件 乃至大樂說 加上其他的四眾弟子 亦都很希望見到多寶如來 乃至見到佛的所有分身 要作共揚 所以說到大樂說重情 要見到多寶如來 還要見到諸佛世尊的分身 要作禮拜共揚 就是因為這樣 而最後促成了有見佛 乃至到釋迦去放肛等等的恩怨 好 在這裡也有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都說 關於多寶佛 既然是一尊股佛入了涅盆 現在到底是否在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分身佛的問題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提過 我們現在看到這尊釋迦牟尼佛 2500多年的釋迦牟尼佛 發現到在經文上面已經顯示了 除了我們看到的這尊佛之外 原來在十方無量世界裡 都有釋迦牟尼佛的分身 我們就去想一件事 到底現在在歷史上 我們所看到的這尊釋迦牟尼佛 到底它是本尊還是分身的呢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有關於這個分身佛的問題 其實除了我們大乘 我們大乘應該不會陌生 但是在小乘經典裡 其實都有說 都有說 有所謂的分身佛 我們佛會有無量的化身 但是它的無量的化身 是有區域性的 怎樣叫區域性呢 大家有沒有理解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是佛的化區 是佛的教化的地方 但是這個化區 是否無止盡 如果我們一般來說 在小乘的角度裡 每一個叫做 我們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一尊佛的化區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好了 我們了解一下 每一位佛的出世 我們都說佛出世是要來做什麼 要來教化我們眾生 所以它會有一個特定的化區 那範圍有多大呢 就限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具體三千大千世界來說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之前其實都有說過 我們講衰微山 大家不記得衰微山那一圖 在四州 我們講的是有四大部州 裡面其實我們這樣說 總共這個四大部州裡面 我們叫做一千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裡面 就有一個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裡面 就有一個大千世界 所以在四大部州裡面 的一千個小世界裡面 再加上一個中千世界 再加上一個大千世界 這個三個千加起來 就等於這個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為一尊佛的化區 所以佛教化的地方很大 如果在我們凡夫裡面來說 我們看到佛的所教化的地區 在哪裡 就是在這裡 就是現場 就是我們說的印度 在印度 但是其實如果在阿羅漢裡面看 他就知道佛的化區很大 有三千大千世界 起碼他除了南尖寶州以外 其他三個州 都有佛的出現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去看的話 在小城的佛法裡面來講 原來佛只有在三千大千世界裡面出現 那麼教化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區域上面 但是他們承認這個 這個娑婆世界裡面的 釋迦牟尼佛是本佛 是真實的佛 其他地方 教化的分身佛他們是同意的 但是他們認為 現在我們在印度看到這一尊 這尊的釋迦牟尼佛是真正的佛 真正的佛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過佛有三身的 大家有印象嗎 佛身 這個化身 和這個法身 大家有印象 他們認為 我們現在印度出生的這一尊佛 才是佛的真身 我們叫做佛身 其他在三千大千世界裡面 不同的地方教化 那尊是分身佛 好了 如果我問問大家 如果好像依小誠這樣的說法裡面 請問我們的釋迦牟尼佛 是不是已經入滅了 因為真正的佛已經入滅了 我們看到在娑婆世界裡面 所導化眾生的釋迦佛 已經火化了 所以其實可以在小誠角度裡面來說 釋迦佛已經不存在 已經入滅了 但是 我又想問問大家 你們大家同不同意這一種說法 還有 你又 如果像小誠角度這樣說 你又怎麼知道 現在這個 在印度出生的這尊釋迦牟尼佛 是佛身的佛 而不是化身的佛呢 所以我們去想 如果在小誠角度裡面來看 這尊釋迦牟尼佛 如果它是真身的話 它已經入滅了 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我們何從得知 這尊釋迦佛才是真的呢 佛有無量無邊的分身佛 在不同的世界 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 在交化中 那不是限於 他們所了知的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我們要去看看 一件事 其實也是告訴我們 我們在大乘的佛教說法裡面 在二千五百多年出現的 這些尊釋迦佛 其實是一種方便顯化 但是在小誠角度裡面 就不同了 他們就認為不是了 但是我們看到法花經 我們相信法花經裡面所說的 我們要知道 一切釋迦牟尼佛 在歷史的時跡 全部都是一種方便顯化 乃至到最後 法花經的後半部 釋迦會將這件事 很確切地告訴大家 我來到這個世界 我成佛這件事 絕對不是今時今刻的事情 絕對不是你們現在所見到 但是為何要這樣做呢 在後面的譬喻 佛陀就會告訴大家 為何要今時今日離開我們 這是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如果從化區裡面來說 小誠佛教裡面去看到 這尊釋迦佛 認為這尊釋迦佛 是佛的真正佈身 如果他們這樣說 他們以後不可能 釋迦牟尼佛再出現教化 但是在大誠的角度裡面來說 佛的分身何止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佛 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一尊釋迦佛 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歷史 這尊釋佛 並不是真實的佛 只不過是佛裡面的其中一個化身 對大誠去看 要有這樣的觀念 就要知道佛任滅了 以後我們見不到佛了 絕對不是這樣 這尊釋佛去告訴我們 其實現在我們所見到的 這一尊歷史的佛 只不過是佛的其中一個化身 去探討我們見到的釋迦佛 到底其實都是一尊化身佛裡面的其中一尊佛 好我們再看下一段經文 以時佛放白毫一光 即見東方五百萬億 那由他行河沙等各土諸佛 佛諸國土皆以玻璃為地 寶樹寶衣以為莊嚴 無數千萬億菩薩充滿其中 篇章寶曼寶網羅上 佛國諸佛以大描陰而說諸法 及見無量千萬億菩薩 篇滿諸國為眾說法 南西北方四為上下 白毫上江所照之處亦復如是 先向大家消聞 在這時佛要集分身 先放白毫上光 照見東方五兩行沙國土 五兩行沙國土不是三千大千世界 是這麼少的地方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佛的世界無量 教化地區無量 不要合眼於 只是我們二千五百多年前 在人道的這尊事件 這尊歷史的佛 首先照東方無量沙國土 照見佛土裡 這個佛土的環境如何 都很清淨 有玻璃為地 種種寶樹 種種莊葉 環境很莊葉之外 還會看到靜土 在佛國裡 看到佛身佛 佛身佛出現 在佛國裡 以大妙音 而為眾人說法 除了這尊佛身佛說法之外 還看到無兩千萬億的菩薩 所以很多很多的弟子 都是菩薩的弟子 亦都在佛國裡 不同的地方 為佛國裡的眾生去說法 除了東方之外 其他方 都如何 都如何發這個八號上綱 所見的地方 所照見之處 都是淨土 都有佛的分身佛說法 亦都看到無兩千萬億 無數無數的菩薩 在教化佛國裡的眾生去說法 除了東方之外 還有其他方 南、西、北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還有上下 十方的世界 都如何 佛都放光 去照見這些國土 對於放光這件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經文 所見到的 大家也看到 分身佛的佛土 是否莊嚴 分身佛的佛土莊嚴 如何莊嚴 教化的人 都是以大菩薩為主 除了分身佛說法 亦都有無兩的大菩薩為佛國裡的眾生去說法 放光所見到的一切一切 大家看到分身佛的佛土是甚麼土 大家看到這個分身佛是淨土 我們這些專職家 我們所見到的土 是甚麼土 是衛土 看我們自己就知道 雖然正會點漂亮 正會做得點好 你看到這些國土 都差很遠 還有我們這裡是衛土 弟子是以聲聞居多 尤其是在當時 二千五百多年前 主要的弟子 例如大家瑟、阿南、謝利弗等等 都是現聲文上的弟子多 現聲文上就是行甚麼 行小城 我們稱之為以以成法為主 佛要教法的主要是勸你 現在就說說法花 時機成熟 要說菩薩法 大家都要成佛 我們是怎樣 大家都有這個佛聲 大家都可以成佛 但之前還沒有說 主要教導的 之前主要教導的都是怎樣 這個三界是怎樣 是火雜 快點要出來 要生起厭靈心 大家趕快去修行 就算我們現在聽到的說靜土 靜土也是這樣說 有一派就說 要以發菩提心才相認 其實有些不是這樣說的 有些說 先不要說菩提心 你起碼要有艷離心 別貪戀著娑婆 你才有少少機會去到這個靜土 他說如果你去這個娑婆世界 就亂住一朵花 你都去不到這個極樂世界 所以都是要教大家怎樣 要生起這個厭靈心 生起厭靈心 還要好好去修行 要生死 那釋迦的化土 你就可以很明顯地 跟它的分身國土所屬的淨土 很不同 這件事 為什麼會特別提出來呢 首先一件事 我們一直都說這尊佛 這尊佛是一尊 我們這尊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釋迦佛 是一尊分身佛 但我們這樣說 可能大家會想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去看看 如果我們這一尊釋迦佛 不是化身佛 是真身的佛 以釋迦牟尼佛 在這裏作為中心為本的話 那麼它的分身的地方 都仍是淨土 而我們這裏反而是畏土 就是用一個現代的譬如 大老闆在這裏 你的伙計在外面 比你更聰明 比你更紅 比你所到達的地方 更漂亮 那是不是覺得有些 怎麼說 是不是有些覺得不妥呢 所以我們又去看看 譬如我們現在的釋迦佛 是真的佛 真的是總公司在這裏 其他的分公司 就是所有分身佛的角度 但別人的地方都比我們漂亮 那誰是真 誰是主 誰是伴 這也可以顯示到一件事情 我們所見的釋迦佛 之前出現的釋迦佛 並未真正真實的示現給我們看 只不過是一種化現 不是一個真實的上謀 但稍後還會說到 佛要將這個娑婆世界變成淨土 你們一見到娑婆世界破爛不堪 又有疫情 然後周圍有打仗 各個人心 就是主要 這些情況就是因為貪親癡的問題 但是佛待會要變給你看 要變給你看 將這個娑婆世界變成淨土 我們就會去看一件事 不僅我們見到的這尊佛 是一尊顯化的佛 乃至到我們所見到的所謂的威土 都並不是真正佛所教化的地方 大家明白我所說什麼 所有的分身佛教化的地方都是淨土 沒有理由我們這尊釋迦佛 教化的地方是威土 這麼差這麼差 所以連我們現在說 不僅2500多年前的釋迦佛 是一尊顯化的佛 是一尊分身佛 乃至到我們所見到的佛國 所教化的地方 並不是我們如此所見到的威土 那麼這個問題會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佛的國土 會是威土 大家可能會想到的 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有問題 我們有問題 我們見不到佛真正教化佛國的淨土 那種清淨莊業 所以這個放肝照討的這一段 也是一段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所見的並不是真實的佛身 乃至真實佛所教化的國土 我們一路一路慢慢去看下來 之前所討論的佛身不會金剛不壞 乃至到佛其實沒有所謂的真是入滅 乃至到現場我們在佛土上面 到底是淨土還是威土 佛所教化的地方應該是淨土 但是為什麼會是威土 代表我們還未見到佛的真實 那麼大家在下面的經文就會跟大家去講 另外就是關於佛這一次的放肝 其實我們一路過去看的經文走下來 佛有講過關於放肝的事情 比如在一開始罪品的時候 佛入這個無量二三味 放八號上光 召見這個東方一萬八千世界 其實都沒有現在那麼廣泛 大通至聖皇佛也都有講放肝 講到放肝的時候 十方各五百萬億的諸梵天皇宮都照得到 都令到梵宮更加明亮 乃至到現在這一品 這個劍寶塔品裡面 佛所放肝從東方五百萬億 那由他的行河沙等國土 跟著除了東方之外 十方都如是 所以你會見到 釋迦佛的放肝 釋迦佛所隔口化的地區 可以說是無量無邊無際 現在我說出來 好像經常都聽到 五百萬億 羅由他 行河沙等 好像聽起來這些數字都不是很多 其實你看看行河有多少沙 還有五百萬億羅由他 多長遠 多深廣 多擴闊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看到佛的教化區 非常之廣大 照見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從這個放肝內 也會看到 釋迦佛所隔口化的地方 無量 所隔口化的地區 應該是清淨莊嚴的 我們再一路看下去的經文 去了解一下 為何我們現在還會看到的 是這個胃土 我們看看這兩段的經文 已是十方諸佛 各告眾菩薩言 善男子 我今英皇 娑婆世界 釋迦茂尼佛所 並供養 多寶 御來寶塔 連同這段經文 是 娑婆世界 即便清淨 流離為地 寶樹莊艷 黃金衛城 以界百度 無珠墜落 村盈 城邑 大海 江 河 山川 臨首 蕭大寶鄉 曼陀羅花 遍布其地 以寶望曼 羅伏其上 原諸寶寧 為留此回眾 而諸天人 置於他土 在這個時候 佛放肝 開始就說 照到其他分身佛處 哇!很多很多佛 當時 十方的諸婚身佛 感召到 釋迦 要召集大家 為了開這個 多寶佛塔 見多寶月落 於是 他就告訴他 身邊的菩薩 告訴大家 我 正在說釋迦 的分身 現在 應該要到 梳婆世界的 釋迦 牟利佛的 佛所 不僅要來 還要去供養多寶月落的寶塔 再來 佛要變土 梳婆世界 佛將它變成 清淨廣大的壯延的淨土 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 梳婆世界裏面的情況 將這個 梳婆世界 佛將它變成 無量無邊的廣大 整個環境 怎樣 立即變成 壯延清淨 梳婆世界 變成玻璃為地 寶樹 四周圍很整齊 很平淡 沒有這些所謂的 村落 村盈 或者這些所謂的 海 河 江河 山川 等等 大山等等 而且周圍都燒香 天還種種散化 在天空上面 有種種的寶曼 又有掛種種的元寧 這個形容如何 梳婆世界要變成淨土 變成淨土 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又如何 佛要將 甚至要將天人 將天人移到其他國土 現場只留回法花會眾 這些會眾全部都是菩薩 就算是聖文理會 都已經匯小向大 但是其他的眾生 這裡就說天人等等 都移到其他地方 為了什麼 為了要挪出的地方 去容納這些遠方而來的佛菩薩 要到場 我們去看看佛將變土這件事 道理是怎樣 我們先去理解一下 為何我們要將梳婆世界變土 要將它變成淨土 為何要這樣做 我們要做個法會 例如正會 我們要做個法會 我們是否要準備 我們是否要挪空所有的地方 要陳列得很好 好像今天這樣 故意為了法師 要來說法 插花、布置、貢果等等 要莊嚴這個道場 迎請法師來講法 佛陀也一樣 也要騰空這個地方 要將這個地方 由衛土變成淨土 於是要請十方的佛 要來到這個世界裡 為了這個多寶如來 要去見佛這件事 就這件事裡面來講 當然可以說為是一種準備 古德這段經文叫做什麼呢 叫做變土延賓 變土就是將衛土變成淨土 變成淨土 賓就是指賓客的意思 現在佛是做主導 那賓客是誰 即是十方的分身佛 延賓就是怎樣 要延請賓客 所以要將這個地方 整乾淨 然後就要去延請這些賓客 將這個 我們這個梳薄世界 就變成 又有樓利為地 又有寶樹莊嚴 街道有種種的金城 令到周圍都很齊靜 那麼我們如果去看這個經文 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不夠清淨 所以佛就要去把這個地方變成淨土 然後就要怎樣 在下面還要一直去擴展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個經文就是 除了這一次的變土 還要把那些人挪走之外 還要不夠用 所以才會有什麼 再變和三變 那麼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佛是否一定需要這樣去做 才可以容納到這些十方佛來到這個世界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位叫維摩傑居士 如果你們有聽過《維摩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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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場 就是《維摩傑居士》病了 《維摩傑居士》病了 維摩傑居士住的地方很小 一個正方形的室 但是當時有無量十方的菩薩 探望病了的維摩傑 在一間房間 這麼小的房間 十方無量的菩薩來探視 都沒有這個所謂的容納的問題 都不用再變 大家都可以進去 進去這個抖室 譬如現在我們靜會這個地方 十方世界無量佛要來到這裡 你說要不要將靜會變成很大 才能容納到 不用將整個娑婆世界變 只是張青會變 但是不用 《維摩傑居士》 《維摩傑居士》 就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菩薩 要來探望《維摩傑居士》 什麼都不用動 都夠位 這代表了什麼 顯現了這個所謂 空有無愛的道理 這個所謂舊 所謂不舊的地方 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凡夫肉眼的分別心 我們之前有說過 佛的字叫平等大位 它能夠怎樣 它能夠知道空也知道有 知道空也知道有 也空有也無愛 所以 《維摩傑》 乃至這些去探視《維摩傑》的菩薩 就算在一個正方形這麼大的 就像我們這個正會這麼大的地方 十方的菩薩來到都夠位 所以知道 原來是我們凡夫的境界問題 如果在原華的心目中 哇大件事 十方佛要來到這正會 自己的心裡開心嗎 當然開心 但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怎麼可以容納到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凡夫的心態 《維摩傑》居是病 我都沒空理你 不用變 人家就是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空有無來的 空有無愛的這種智慧 所以在經文來說 一戒指中含衰微 一微塵內 焰三千大千世界 什麼叫做一個戒指 戒指是蔬菜 蔬菜裡面的一粒子 都可以怎樣 可以含納到衰微山 衰微我們見過的圖很大 衰微山這麼大 四個暴走 整個地方 是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但是佛可以把這個地方 放在這一粒的蔬菜的種子上面 乃至到一個微塵裡面 他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放在這個微塵裡面 所以你知道 這種能力 如果我們凡夫裡面 處處都掛愛 處處都著有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能力 可以做到 但是要知道 為什麼佛菩薩可以做到呢 如果不是佛菩薩 你肯定進不到這間屋 因為他們全部都有這個平等空性 能夠去通達 諸法性是畢竟空的 既然你知道諸法性畢竟空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所謂 這個空有的問題 空也無所外 就算是廣 就算是黑 也都無所外 這個我們叫做不思議境界 佛的不思議境界 這些不思議境界跟我們想 真的相差得很遠 好了 要說回 這個維摩傑居士 當然我們都說 維摩傑居士又是古佛在內 又是來試驗成就眾生 又去支持釋迦牟利佛 但是人家在一部經裡面 就說一個地方 一個正方形 十方無量的菩薩 都可以來探病 都沒有問題 那做什麼現在釋迦佛要去做這麼多事情 要去將這個角土變成淨土 乃至到接下來就是 要將淨土這個地方 要擴闊到無邊無際那麼遠 一變不夠再變再變才夠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這種變法會令到我們的信眾 會產生一種恭敬心 會產生一種恭敬心 佛力真的可以不可思議 既然空有都無外 喜歡變大也好 喜歡變小也好都無所謂 但是問題就是 對我們眾生裡面來說 到底啟示了什麼呢 我們剛才看到佛放綱所見到的分身佛 所教化的地區全部都是淨土 但是我們為什麼見不到 因為我們眾生的心不清淨 佛的角土本來就是清淨 就是告訴你 這個娑婆世界本來就是清淨 問題是我們眾生自己心裡不清淨 我們自己看不到 所以我們經常說 心淨則覺土淨 這種淨是什麼意思 通達空性的智慧 我們看不到 處處著有 處處計較 如果告訴你 這個娑婆世界本來就是淨土 你還去唸什麼佛 還去求生什麼淨土 不用 本來這裡就是淨土 當你的心一轉變的時候 你的心和空性相應 你產生這個空性的智慧 你所見到的一切都是淨土 這種境界是否很殊勝 你們現在猜不猜 今天又要唸佛 今天又要唸三千句 我們又要拜佛要多少 我又要做這樣 我又要做這樣 不是 告訴你 這裡本來是淨土 是你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眾生的心裡有煩惱 有寡愛 執著每一個法 都是實有的時候 你見不到真相 見不到真相 你見不到清淨 所以看到娑婆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娑婆世界是反射出來的 從哪一處反射出來的 從我們每個人的心裡反射 所以你不要說 為何這個世界這麼差 這個世界為何有這麼多戰亂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災禍 這塊鏡子 這個境界就是你自己表現出來的境界 佛的境界不是這樣 所有菩薩的境界 所有大菩薩的境界不是這樣 一般我們眾生所見到 印度當時短短過一段時間 佛的降勢 接著就有誠道說法 乃至到最後佛的入面 我們只是看到當時印度這一刻 你見不到香港有釋迦牟尼佛出世 你又見不到其他地方出生 但是奧羅漢很清楚知道 佛只是在這個娑婆世界裏面的搞法 剛才我們所說的 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面 都有佛的搞法 不過他們認為這尊佛才是真實的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裏面的真實 但是現在佛要放肝 要將這個娑婆世界變成一個無邊無際的淨土 可以看得出一件事就是佛的智慧是無限 佛的能力是無限 有限是我們眾生的智慧有限 是我們眾生的能力有限 所以佛現在這一刻也要在這個佛花經 去開眾生的眼界 叫你們不要那麼合憶 只要看著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要知道佛無處不在 可能他的分身佛不在這裏面的教法 但是其實佛也在護有我們的弟子 所以我們不用經常說佛入滅了 佛在世的時候我又沉淪 佛現在離開了我們 我們又沉淪 我們一定要跑到其他佛的角度 其實佛沒有入滅 佛一直都關顧著我們 只不過我們看不到 在這個法花經裡 佛要開我們的眼界 告訴我們佛所教化的地方 就是何止三千三千世界 根本就無量無際無邊 乃至所教化的地方 根本就全部都是淨土 只不過我們看不到 在我們的心裡 反映出來的地方 是這個圍徒 所以現在透過佛的加備 令到這個法花會的會場裡的眾生 大家都可以看到真實 看到這個娑婆世界 本來是一個淨土 本來就如此 其實說到底 沒有變或者不變的事情 只不過是大家看到還是看不到 就是在這個經文上面 大家看到 要看到釋迦佛做這個辯土的用意 除了令到我們很敬佩之外 直到可以在這個文裡面 可以啟發到我們 啟發到我們自己 我們要看到我們內心的真實 當然這個內心的真實 亦都要透過修行 一步步自己慢慢去啟悟到佛所說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娑婆世界 原來真是名副佛的教化地方 確實是一個淨土 所以這段經文我自己很喜歡 怎樣看呢 用放大鏡去看 放大鏡去看不看到這個娑婆世界 會是很清淨 其實都是 講來講去 都是要我們自己 真的要去開悟 要去見性 見到我們自己 本來清淨的本性 你就跟佛的智慧相應 跟佛的見解相應 你就見到佛的見解 好 我們再看看這段經文 事事諸佛各章一大菩薩 二位是者至娑婆世界 各度寶樹下 一一寶樹高五百由巡 知鹽花果刺帝莊嚴 諸寶樹下皆有獅子之座 高五由巡 亦以大寶而教識之 已是諸佛各於此座 結家夫座 如是輾轉片滿三千大千世界 以於釋迦牟尼佛一方所分之身 由故未盡 好 和大家消密 這段文說 這個時候 諸佛菩薩的師姐 我們知道每尊佛都有他們的師姐 釋迦佛的師姐 就是阿蘭 這些分身佛 亦都帶他們的菩薩師姐 要來到這個蘇佛世界 大家都去到這個寶樹下 這些寶樹很高大 有五百由巡 另外 寶樹很整齊 不會像我們梳佛世界的樹 集亂無章 不管是枝、樹葉、花、果 都是怎樣 很整齊 寶樹又高大又整齊 寶樹之下 有一個很高大的獅子座 獅子座就是被佛座的法座 我稱為獅子座 亦都有種寶的顏色 亦都很高 高五由巡 在這個座上 都有這些分身佛 坐在這個寶座上面 傑家夫座 闖滿這個三千大千世界 但是 還未夠坐 尤其是加茅尼佛的一方 分身諸佛 還有許多佛 還未夠坐 所以 之後就要怎樣 就要再去變成土 每一尊的分身佛 已經來到這個娑婆世界 但是未能夠安坐 佛就會再變成土 令到那個淨土更加寬敲 這也顯示什麼 有十方 有無量無量那麼多佛 數量都可以說 多度都坐不完 這樣變法都坐不完 證明佛的不可施 令到大家都知道 這個佛土的廣大無邊 廣大無邊 廣大無邊 我們每個人 看到佛的事業這麼大 又有這麼多尊佛 我們心裡都會產生這些公敬心 所以就有這些情境 除了顯示了十方佛化身的多度不可思議之外 也帶給我們眾生來說 佛的功德 佛的事業就是無量無邊 不夠錯 現在再變了 再變成土 時釋迦茅尼佛 欲容壽所分身諸佛故 百方各更便二百萬億那由他國 皆寧清淨 無有地獄惡鬼 畜生及阿修羅 又如知天人置於他土 所化之國 亦以流離為地 寶樹莊嚴 樹高五百尤巡 枝葉花果 刺底鹽色 樹下皆有寶獅子座 高五百尤巡 種種珠寶以為莊教 亦無大海 江河及木真倫陀山 摩赫木真倫陀山 鐵圍山 大鐵圍山 衰微山等珠山王 通為一佛國土 保地平靜 保交路萬片復其上 原珠番蓋 燒大寶香 珠天寶花 遍布其地 釋迦茅尼佛 為諸佛當內助故 福於百方 更各便二百萬億那由他國 皆寧清靜 無有地獄 餓鬼 畜生 及阿修羅 幼如諸天人 置於他土 所化之國 亦以流離為地 寶樹莊嚴 樹高五百尤巡 枝葉花果 刺底莊嚴 樹下皆有寶獅子座 高五尤巡 亦以大寶而教息枝 亦無大海 江河 及木真輪陀山 莫河木真輪陀山 鐵圍山 大鐵圍山 衰微山等珠山王 通貴一佛國土 浦地平靜 寶交露慢 遍復其上 圓珠翻蓋 蕭大寶香 珠天寶花 遍捕其地 兩片經文 前面經文就是 因為佛第一次變的時候 初變淨土的時候不夠錯 於是有再變淨土 再變淨土都不夠錯 去到三變淨土 再變和三變的文都是一樣 我就歸納一起和大家去蕭文道讀 釋迦佛為了再用立更多的分身佛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釋迦的一方 還未夠錯 於是於八方再更變淨土 這個淨土上面現在就再無所謂的惡道眾生 包括了地獄、惡鬼、畜生、阿修羅 又將所有的天人移到其他的地方 梭婆世界處處變得莊嚴 好像淨土一樣 玻璃為地、有寶樹、樹又很整齊 樹下有獅子座 周圍都很平坦 沒有大海、江、河等等 又沒有這些所謂的木珍倫陀山 木珍倫陀山就是說 只是岩山 沒有任何草木 沒有這些山 也沒有鐵圍山 曼天掛著種種的寶曼、翻蓋 周圍都燒種種的香 周圍都有這個雨天、雨花、曼天雨花等等 都是要形容這個梭婆世界 如何變得很漂亮、很壯業 因為這樣的變土 最終由初變、再變、到第三變 終於容納了所有十方的分身法 裡面有提到八方 為什麼要說八方 之前不是說十方 我們要知道 說八方就不說所謂的上下方 你看到佛作為中心 然後平面地擴展出去 平面地擴展出去 就是說 以這一尊釋迦牟利佛坐在中心裡 這個所謂的延伸 這個所謂的延展 就是從佛四方八面去延伸出來 如果你說為什麼上方和下方不說 因為如果是上方有釋迦牟利佛 那他就要怎樣 釋迦牟利佛在中間 如果在上方延伸上去 那尊佛就要這樣倒下頭去看 如果是下方的 他就反過來看釋迦牟利佛 要向上方看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 那個情況就是佛在中心 然後是向佛的四周八面 然後去擴展出去 看到佛去擴展的情況是這樣 裡面提到木真輪陀山 是屬於一種岩山 沒有花草樹木的 就是岩岩慘慘 但我們通常都知道 淨土的什麼地方 通常不會有這些高低不平 凹凸凸凸凸的 不會有這些高低不平凸凸凸的 其實也代表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代表眾生 所有在這裡的眾生 心沒有前曲心 都是平坦的 都是正直的 這個也是一種的表法 另外整個世界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講的有鐵圍山 或者大鐵圍山 我們知道鐵圍山 譬如我們衰微山 旁邊就是四大寶洲 在四大寶洲的外圍 在那個邊疆的地方 就有一層山一層海 一直一直直到最後面 最到最外面 這個我們講的 太陽月亮都照不到 去到我們叫做 這個最邊界的地方 那這裡環繞的地方 就是叫做鐵圍山 所以知道 在那個情況之下 已經不會再有這些限界 所化的真是去到無量無邊那麼遠 我們都看不到 所以可以看到 佛一而再而三 將這個娑婆世界 一路一路這樣抗生 一路這樣變大 然後令到周圍周圍都很清淨 最終所有的諸佛分身 都終於集會到到娑婆世界 然後就要去成就 開多寶佛塔 去見多寶如來的一個恩怨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部分 現在我們一起作個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